Sony Alpha 1 有很多新的功能 如你拍照,很多都用得到 但怎樣用呢?有不同的設定才能發揮功能 第一,最先是卡方面 而 Alpha 1 用了 CF Express Type-A 卡 所以有兩個卡槽,有一個卡槽永遠都會放一個CF Express Type-A 卡 因為它的入相速度會快些,會比較快些清掉它的buffer 尤其是現在的相機,最快可以連拍每秒30張 如果你很緊張的情況下,按得比較多 如果這個卡是比較慢的,buffer清不下 你就會按下或者按得很慢 另一樣有少許的配件 就是很多朋友都喜歡加一個手柄,令它很差一點 因為機身比較小,手指尾的位置很多時候都觸碰不到 加一個手柄,可以下兩個電池,有一個好處 而我覺得如果加一個手柄,就比較大件 以及比較重,好像今天這樣 如果要上山去拍照仔的,多多件就比較負擔大一點 我就加了一個L-Plate,這個L架也不錯 它又不是太大,拍照的時候,兩邊都可以下腳架,打橫打直 亦都是因為它多了少許,手指尾位適合有個位置,可以觸碰到 握持相機的時候更加方便 尤其是如果你用比較大支鏡,我們的手是靠這個握著它 以及這個觸碰著,這樣搖著鏡 這個L架我覺得不錯,這個是 SmallWake 以前用的A9 Mark II,或者A7 R4,都可以使用得到 以前用的可以使用,不需要特別買過 另外裡面的設定,我慢慢跟大家詳細講解一下 今次我會再跟大家講一下Alpha 1裡面的Menu Setting 今次主要是針對拍照仔的 因為拍照仔的設定,跟我們平時拍攝的有少許不同 因為要遷就每面30張,或者因應高速的對焦和過片 有不同的設定需要的,首先我們講一下影像畫質 這個我們有不同的需要,假設你平時拍攝仔 你覺得你的拍攝的量是很多的,Buffer很快滿 亦都想卡省多一點位置 以前很多朋友都會選擇選擇JPEG 不奇怪的,拍攝JPEG雖然拍攝RAW會好些 但如果你的環境,光差不是太大 拍攝JPEG來說,對Buffer相差很遠 另外,卡的用量也少很多 而現在新機有一個叫HEIF 因為JPEG的檔案大小,其實也不大 但HEIF的檔案大小更小 並且JPEG是8bit 而HEIF就像422這個,是有10bit 而File Size又不大於JPEG 而質素又好了 如果你選擇JPEG的朋友,可以選擇HEIF 你會覺得你的手機爽很多 因為好像按完之後,都還有很多可以按 如果在RAW來說,就算要配合快卡 你按兩按,很快卡都會滿 或者Buffer都會滿寫很快 這個HEIF就好玩得多 好像按極,都還有 畫質設定 如果你是剛才說,拍HIF的代替JPEG 就選擇這個 但我自己選擇,我會選RAW 但要留意,有兩樣東西 如果你想去每秒30張 可以拍RAW或HIF都可以 但如果拍RAW,一會兒有個特別小設定 要留意 我自己用RAW RAW都可以拍到每秒30張 HIF當然可以 在這裡,檔案的設定 如果你想要拍RAW 如果你想要拍RAW 要拍每秒30張 就一定要拍壓縮 這個就是RAW 這個壓縮 上面中間的一個叫做無損壓縮 這個最低這個 就是壓縮 二壓縮 不說,就即是有選號 其實最低這個 會有少許的選號 而達至的效果 就是檔案的大小 是小很多 所以每秒30張 每秒30張 每秒30張 30個檔案 都可以支持 如果你是選擇第二個 無損壓縮 它最多去到每秒20張 就算你的相機 選擇了HIF 加最高速的30張 它都只拍到20張 視乎你的需要 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耳壓縮 雖然唯有選號 但是平時你在Lightroom 開來看 即使是Convert 去對比 平時我家裡的屏幕 我用三個屏幕 有一個30吋的 Adobe RGB 屏幕 去看 去放大體 發覺耳壓縮 和無損壓縮 分別好像看不到 當然 如果那個環境的光差很大 分別一定會有 但也不會很大 如果正常一般的拍攝環境 那些羽毛層次 色彩方面 爆光位 那些 調好它 都似乎沒有大分別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個耳壓縮的Raw 都可以很放心地去用 然後 我們講回主要是 拍攝這個 鳥仔的設定 其他之前的設定 在我們前兩集 都講了 大家去看 參考 色彩空間 一定是Adobe RGB 雖然Raw 本身都是 什麼都包 沒有分不分Adobe RGB 不過 慣性 我平時都設定Adobe RGB Kanaboo 上 都開了 接著 就去到快門正音 這裡 正音 你自己 開關 我覺得 每秒30張 我們選擇 HIGH 這個 其實 每秒 真的拍得太多 有時候 開了正音 按照 Shotter 你不會覺得 因為畫面的邊緣 有個白色框 在閃閃閃閃 你不覺得 原來 你按了3、5、7秒 你都不覺得 但是 已經把你的Buffer 拍爆了 所以 我的靜音 就關上去 讓它有個喇叭仔 啪啪啪啪 啪啪 啪啪 如果不然 你一直按著 想按精彩的畫面 按不下 那就大件事 所以 這個就 將它關上去 所以 特別跟你說一說 快門類型 快門 一定用電子快門 才拍到 每秒30張 機械快門 每秒12張 這個不是12張 是10張 12張是另一部機 每秒只有10張 所以選擇電子快門 我平時都用開電子快門 因為發覺 電子快門 Rolling shutter 的問題 基本上沒有 即是說 你拍攝高速的東西 或者你 在跑 或者你在動的 沒有什麼變形 這個做得非常之好 A9 Mark II已經很好 這個比A9 Mark II還好一倍 所以 雖然它不是 GoPro Shutter 但大致上 我們都不發覺 它有 Rolling shutter 或者Jelly effect 的現象 跟著再說 AF 這邊的設定 AF 這邊的設定 有一個是比較重要的 一定要做了才行 就是連續對焦優先設定 即是AFC 連續對焦 因為我們在動態 通常都用連續對焦 這個平時我們會選擇平衡重點 即是說 在對焦和按釋放快門之間 就拿一個平衡 就不會說 就了對焦 對焦才能按到快門 又或者 不管對不對焦 按快門便要下 快門便要動 這樣 拿一個平衡的 即是盡量兩邊走 但你要去到每秒30張 這個設定 就一定要釋放快門 即是說快門先決 即是按了快門 即是按了快門 就算對不到 就差一點點 都先按了 否則它去不到每秒30張 即是按這個 而我自己的一個經驗 就是 如果這裡我們設定了那個 平衡重點 它雖然去不到每秒30張 但我感覺它拍攝 應該拍到二十幾張 即是它拍不到全速 即是全速 即是全速就是30張 每秒的過片 但都應該有二十幾張 超過二十張 那我自己又覺得呢 你拿一個平衡重點的好處 就是 中招的機會大一點 那雖然釋放快門檢 這個呢 它是確保你每秒是有30張 但它不肯定 裝裝都清楚 即是可能會有差一點 那個快門先決 按一下 然後下一張再追 如果你說30張裡面選擇 它脫招的機會都會有的 那不多 但如果你選擇了一個平衡重點呢 應該呢 那個Sharp的程度就會多了 但張數就會少了 所以你自己可以想一下 究竟哪一樣好些了 那其實呢 可以這樣說的 那如果你選擇了釋放快門呢 30張 那你不是拍30張的嘛 拍3秒 有90張 那它間中呢 有些呢 它未追到的 它就 快不先決 按了先 那但是呢 得到的張數呢 就似乎多些 那你搞一張 假設第三秒 你西錦幾張 對不清楚的 都要有八十多張 那如果你用那個平衡重點呢 它要對到 它的優先呢 就是那個對焦 對焦才可以按到快門 那有時候有些差一點 可能都可以按到快門 但是就 叫我沒有那麼 反應沒有那麼快 有快門沒有那麼爽 開不到30張 那它可以選到的相片呢 就是它拍到的相片就會少了 那裡面都會有些是對不到焦 那相對呢 如果你說要對到焦的相片呢 可能你選了這個 這個釋放快門呢 最終Sharp的相片呢 是更多了的 那這個平衡重點呢 會少一點點 那所以大家自己考慮一下 哪一個更重要一點了 那其實都要視乎你那個的 習慣啦 或者你拍的那個 的主體呢 的速度有多快 那你才可以決定到這件事 如果不是呢 不同的主體呢 其實那個需求不同的 可能呢 如果那個主體不是變速變得很緊要啊 或者雖然很快動得 但是不是比較均衡一點的呢 可能拿一個平衡重點呢 每秒20多張 張張都中了 那你視乎你哪個需要了 另外這個對焦追蹤靈敏度呢 都要設定的 那麼呢 跟機來呢 它就是標準3的 那要視乎呢 你那個主體呢 那如果你的主體呢 是會突然間插入畫面啊 又或者呢 在那個拍一堆的鳥仔的時候呢 你會突然間會轉別隻的 譬如說追著這隻 你突然間想追別隻 或者鳥仔突然間入畫面的 那這個的追焦 對焦靈敏度呢 我們就會設定高一點的 那可能會用這個 4啊 甚至乎5點 5是最敏感的了 即是靈敏的了 但是要留意哦 不是5一定好的 譬如說你追著這隻鳥仔 突然間 通常都會的 前面或者有隻鳥仔突然間經過 那如果你設定靈敏度是5的話呢 它就會突然間把焦點 去到新的鳥仔裏 就會走焦 那你叫做 那如果你設定到 啊 我想著20位1呢 就會太鈍的 有時想轉不及的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又視乎你的那個的 需要啦 那一般來說 我覺得啦 就不用設個4先 設個3先 而你那個主體動得比較快啊 那你想去靈敏度好些呢 就設4 我自己呢 的經驗呢 就是很少設低的 最起碼呢 都是3 有需要就是4 5又好笑的 5又太敏感了 它會走的 走得很緊的 有時呢 假設你追著一隻鳥仔 飛鳥呢 它突然間 離開了你的對焦框 假設你用一個鬆的 它離開了對焦框呢 你那個對焦框呢 一聲就可能去了後面了 然後可能 下一秒 很快 你又將那個鳥仔 進回對焦框了 它又突然一聲進來 那你會發現呢 如果你有不斷地拍著連拍呢 你會有些清 有些不清 有些不清 那如果你去3 或者是4 那可能你突然間 馬黑 就快了 離開了那個框少少 但是那個靈敏度 不是那麼高 它未必轉得那麼快 那個焦點 然後下一秒 很快 你又將那個鳥仔 進回那個框了 其實那個焦點 可能都沒有怎麼走過 那如果連拍當中 可能我幾張都是sharp 不會有些變 但如果你膝度5的話 很可能 那一下 一離開了框 它就側走焦點 一進回那個框 它要幾張 要一點時間才對得回 那可能會錯失了幾張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一半用3 和4都可以的 那另外還可以說 多一點點 就是那個對焦區域 那這個對焦區域 有一個叫Y這個寬 即是闊畫面 基本上是整個畫面對焦的 那我們拍照仔 視乎那個背景是什麼 這個很重要的 那比如說那個背景是一個天空來的 而小鳥仔 而只是天空只有它一隻 那這個用這個寬這個 就是Y這個 基本上是殺中的 因為整個天空沒有干擾到它 那但是當你那個背景 譬如說有一點點的樹枝 或者其他東西 或者是那個不是天來的 是下面的地下來的 或者背景有其他東西 那你用寬這個 很多時候的焦點就會走 有時對對下一個主體 突然就會跳到其他地方 那這個要留意一下 那這個情況不行的話 我自己通常會用 對焦區域用鬆的 這個對焦區域鬆 它會把範圍收到 在中間的範圍裡 那雖然你要追的小鳥仔 會追得比較吃力 因為你要把小鳥仔 在範圍中間出現 不是整個畫面 你進去就可以了 是要進去整個畫面 看到裡面的中間的框框 但是如果你把對焦範圍 收窄在鬆的中間 我覺得相機的對焦反應 是快了很多 還有準確性都高了 這個是自從收機 即是拿到機 到今時今日用到現在 暫時的體驗就是這樣 將來用多些 會不會有其他看法呢 不一定的 如果是的到時再更新 大家 另外呢 這個中間固定 我就比較少用 反而呢 如果一些樹林 或者樹枝 或者花 那些鳥仔 跳來跳去 我會比較多用這個點 如果環境 沒有那麼集亂 我甚至乎 加上擴充點 因為加上擴充點 那個範圍會大了 容易對 但是呢 要視乎那個背景 如果背景都是比較集亂的 你用擴充點 很多時候會對樹枝 或者對花 或者樹葉 如果背景集亂 我都會用點 而點的時候 怎樣控制點呢 我只有兩個方法 我會可能呢 會用那個背面 那個Display 因為你Touch screen 可以控制那個 對焦點去轉移的 那我的眼睛 在上面翻大看著 那下面呢 用手呢 去改變 Display 那另外一個 就是呢 下面有一個Joystick 有控制桿 我也比較喜歡 用控制桿 因為比較實在一點 就是你在畫面 滑滑滑滑 不是真的 那麼感覺到 反而有一個按鈕 還有一些凹凸紋的 那麼你按住 左右撥啊 一下一下一下 這樣推都可以 有時候呢 你可以長推 或者一下一下 這樣推 我覺得比較方便 那還有呢 就是下面這個呢 就是一個 Tracking追蹤 那追蹤 有呢 之前我們 上兩集有講過 這裡可以選擇 追蹤之餘 有不同的範圍 裡面追蹤的 那也都我覺得 如果 在一個乾淨的背景 比較簡潔的背景 之前呢 去追蹤呢 無論你用哪個Mode 都能追蹤 即是這個Tracking 追蹤呢 哪個都能追蹤 但是呢 背景一手是複雜呢 很多時候呢 都是追不到 和亂了 你明明看到 那雀仔 你對著它呢 它都會對到別處 那這個 要看過背景了 那如果背景乾淨呢 這個就是很好用的 那你去走到哪 呢 畫面裡面呢 他都追到哪 即是 總之在畫面見到就可以了 但是呢 背景版 稍微複雜呢 就不太行 那我自己呢 總結了 多數用哪個呢 如果乾淨的背景 我用這個寬的 如果呢 那個背景呢 是有些複雜的 不太對到的 即是通常都是天啊 飛緊的那些 我用這個了 飛鳥中用這兩個 那如果是些樹林啊 蟲 那些林鳥呢 我多數用呢 點呢 或者加擴充點的 另外呢 人面眼部對焦呢 都要選擇一下 那麽通常呢 我拍雀仔呢 都要先開了個 面孔對焦呢 這裏呢 就一定是選雀仔了 那麽其實也有個限制的 你不要想著 選雀仔呢 就一定對到 那麽因為雀仔呢 那個 不同的樣子 不同的形態啦 有些雀仔呢 頭呢 或者有個觀有個雞啊 那麽 雀仔面 雀仔毛呢 dzieii 眼呢 個眼框呢 又是黑 polish的 沒有眼白的 而臉也是黑色的 那麽 那麽 這麽 我就看一下 皮脆而已 那個眼睛呢 你看不遠光 they 看到的 那麽 是 那麽 意外 可 不可以有力 因為實在太小 但我們都會開著它 開著它之後 如果近的便可以拍到眼睛 如果遠的認不到 認頭 再認不到 會用頸 再認不到 認身 通常都是這樣去 當你其實 如果頭和頸都認不到 認身 其實那個鳥仔 跟我們的距離 都挺遠的 既然這麼遠的距離 其實對身 和頭和頸 都差不多 就算我的經驗就是 我拿個Alpha-1 外博之600四光圈去 或者加上1.4 如果真的遠到 它認不到眼睛 亦都是很難辨別的 其實很細小 無論你對身 甚至乎對翼 對翼 整隻鳥仔都清楚 所以這個就不需要那麼擔心 這個設定大致上是這樣 亦都歡迎大家 看完之後 有什麼看法 或者有什麼建議 都可以留言 大家交流一下 多謝各位 今次就講到這裡 遲些再跟大家分享 歡迎留言和按讚 拜拜 拜拜 歡迎各位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需要按訂閱和按這個小鈴圖案 就可以接收到最新上載的通知 最後記得按讚我們 多謝各位